各位展望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孙维新 欢迎大家在线上来到我们2020年春季展望的第三场演讲 我们第一场讲了天外来客 讲到了外来天体对地球的威胁 第二场呢,讲到正当红的新冠肺炎 而今天我们第三场请到了一位 我非常佩服也尊敬的地质学家 要跟我们讲,这一系列的名字 人类式的末日预言里面 人类式这三个字是怎么来的 我们请的就是台大地质系的魏国燕,魏教授 魏老师,他曾经担任过环保署署长 也担任过研考会的主委 既有实际上行政上面的实务经验 又有学者的理论基础 尤其跟魏老师谈起来地质整个几亿年来的发展 古生物这门学问 跟魏老师聊天真的是很愉快的事情 那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请魏老师就这个题目来讨论呢 人类式,我们在这一系列里头 跟大家说了 开始的时间都不确定 那可是我老师想说 有开始是不是就有结束 每一个式,每一个代 好像都有一定的寿命 那人类式有了开始 那是不是象征人类式在不久的将来会迈入结束 我们学天文的人常常被问到一件事情 为什么外星人没有到地球上来 当然有些人相信外星人来过 那些人的想法咱们就不予置评了 我们学天文学的认为 外星人到现在为止 没有具体出现在地球上过 可是呢,从演化上跟统计上 咱们银河里 这可能孕育生命的环境 何止万千 到后来我们有一个认识 就是到底这个文明能够传承多久 如果人类不要想得像恐龙 在地球上各个家族陆续延续下去 达到16000万年 也不用说160万年 人类能够再活1600年 我想我们就能偷笑了 但是如果说科技发展出来 能跟外星生物通讯 在1600年之后就结束的话 假设别的生命也是1600年 那在宇宙里面整整138亿年的长河里头 这些1600年 根本没有什么机会有交集的 所以这就来到一个根源 是到底科技文明发展到后来 是不是自我毁灭的开始 那我想今天人类是这三个字 我自己当初设定题目的时候 都没有想到能够请卫老师 在这三个字上给我们一个最深刻 从头开始讲故事的机会 那我们就欢迎卫国宴 卫老师 你顺便说一下 今天我打了领带 老师的领带更有趣 仔细看一下 有一只恐龙 各位观众 大家晚安 这个是一个非常新颖的经验 我没有看到各位 各位看到我 那我们呢 还是以平常心 非常感谢刚才孙维新教授 讲的那段话 也是发人深情 怎么说呢 在这个浩瀚的宇宙里面 也许有非常多的高等文明 可是好像从来没有碰过面 那人类现在其实 还有一些前途在前面 是不是我们后续的发展 能够跟所谓的 其他的智慧物种 去通讯 去互相理解 事实上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如果人类的未来 是非常短暂的话 那么大家呢 就在时空交错中呢 永远见不了面 所以今天我们谈的题目呢 叫做人类事 我想我是学地质学的 我就从地史学的观点 来说一点 关于人类事的吊诡之处 人类事这个题目啊 在过去大概二十年间 风起云涌 现在如果去找一下呢 很多书 很多会议 甚至很多科学的刊物 都以人类事为名 那如果你查一下 以人类事为题目的这个文献呢 甚至多得不得了 所谓汗牛冲动 那大家也很愿意谈这个问题 所以我今天呢 就利用这个机会 跟大家介绍一下 什么是人类事 而且我有一些个人的看法 我想等一下呢 大概谈这几个问题 第一人类事是为谁而设 然后要跟大家谈一谈 地质时代的分歧 它的一般的原则和惯例 那这里面呢 往往我们讲最大的分类 时间单位叫做咒 比如说显生咒 这些咒呢 是以新生命的出现的起点 当为它的起点 而在咒的下面呢 有很多代 像大家熟悉的古生代 终生代 新生代 这个代的终点呢 往往是用绝灭来确定的 比如说我今天带了这个领带 这是恐龙 恐龙在六千五百万年前 一场地球的灾难中绝灭了 所以以它的绝灭 就终止了终生代 而成为新生代的开始 那我们下面当然要问的问题 就是人类世开始了吗 那什么时候会结束呢 到底我们生存在 人类世中间的人类 应该何去何从呢 等一下我大概沿着 这样的一个礼路展开 不过呢 等一下的报告 不会那么清楚的精卫分明 然后一趴走到下一个 大概我都是混合着谈 但是背后的礼路呢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礼路 我有一个比较可能 别人不太同意的看法 我觉得人类世事为谁而设的呢 其实是一个命名的问题 是一个抢夺话语权的一个战争 这个话语权的战争呢 从公元两千年开始 有一位大气化学家 Kruzan 我们翻成克鲁成 他在一次全球变迁的小型会议里面 也是一个非正式的会议 突然呢 有一点脾气来了 就说 哎呀 你们还在说什么全新事 现在我们已经完全 进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了 这个时代应该叫人类世 那这个话语呢 大家觉得也很有意思 那他后来跟另外的一些学者 就还联名 写了很短的文章 开始呼吁 我们地质时代 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这个全新的时代 叫做人类世 那人类世 这样的一个名称 这个二十年来 其实有很多争战 我等一下稍微会说一下 我这边先引用一下 莎士比亚 罗密欧与朱利叶的一句名句 朱利叶叹喜 就跟罗密欧说 罗密欧 罗密欧啊 你为什么要叫罗密欧呢 这是因为他们这一对恋人呢 他在他的城里面 是两个黑帮的家族的儿跟女 因为黑帮有不共戴天之仇 所以这两个家族 黑帮家族很难够缔结情境之好 所以呢 朱利叶就叹喜 你如果不叫罗密欧 你如果不是那个家族的人 多好呢 罗密欧说 玫瑰即使不叫玫瑰 闻起来一样甜美 他的意思是说 我即便不叫罗密欧 你要看的是我的本质 我那个本质是甜美的 不要被那个名字所炫祸了 玫瑰就算不叫玫瑰 它还是非常好的 我用这段话来讲人类事 人类事是一个名称 这个名称在二十年中呢 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个问题我简单说呢 就是以名害义 或者有的时候是以义害名 那今天的演讲 我想做的事情 我斗胆想做的事情 就是拨云见山 直指本质 让我们看看 到底所谓人类事是在说什么 而这些 我认为是繁花乱叶 在上头讲这些名称 大家要争 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那个时局 然后里面所呈现的问题 那让我就一一到来 现在先给大家一个悬疑 我们慢慢来看 我怎么来推展 这样的一个说法 其实呢 在科学月刊里面 曾经有这样一个题目 这是一个时代战争 这个时代战争呢 是关于我们处于什么时代的 一个时代战争 换言之 我们现在到底处于什么时代 处于什么时代 大家吵不休 就是这个时代的一个战争 这在学界里面呢 现在很热火 吵得也很凶 那到底我们处在什么时代呢 这就牵涉到地质学上面 如何定义地质时代了 在很多地层学者 地质学家 其实并不是很赞成 人类式这样一个提法 也认为这是多此一举 没有必要 为什么呢 因为人类式 其实这样的一个概念 自从有近代地质学以来 已经有无数人提过 虽然它的名字 有的时候不一定叫人类式 譬如说有人把它叫做心智式 或者说叫做什么资本式 就是都很强调人类的角色 可是以前这些提法呢 就是由此一说 没有人认真对待 可是这个二十年呢 是认真对待了 为什么说认真对待呢 因为在全世界的地质学的 这种大会啊会议啊 它下头有地层委员会 已经成立了一个次委员会 然后在这里头呢 就成立了人类式工作小组 人类式工作小组呢 也就提出他们的建议 说应该要有一个人类式 不过这个事情呢 在去年前年呢 就被打了回票 那这事情呢 还没有完 这一群小组的成员 因为他们是true believers 就是说 因为他们相信这个 所以他们就继续呢 认为应该有 那么地质学者 地层学者 很多人不以为然 我这边举一个例子 这个是两位地质学者 在美国的地质学会的 机关刊物 叫Geology Today 今日地质学 他的题目叫做 人类式是一个地层学的议题 还是一个流行文化呢 其实这个提法 你可以看出来 它并不是很客气 已经认为 哎呀 这个就是一个pop culture 就是说 大家在这里面呢 有点哗众取宠的意思 那这个争吵之中呢 也有人就开始说 我们不赞成 是因为我们 至于地层学 地质学的观点 不赞成这样做 但是呢 他们马上遭遇到 很大的攻击 比如说 你不爱地球 比如说 你都不正视 人类的危机 比如说 我们如果这样做 有什么不好 所以这里面 还有学者呢 用语更尖锐了 说 这不是一个 政治正确的问题 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 所以我想跟各位 报告的是 在很多低职学者 低层学者呢 都对这个 人类式的提出 不以为然 我个人也不是 那么赞成 我等一下跟大家讲 为什么 常常在这个 说明跟辩论之中啊 这里有一个 很微妙的心理学 恐龙有他们的白二纪 帕崇瑞有他们的侏罗纪 甚至那个 在地上爬的 海底爬的 山叶虫 它也还有个 寒武记助威 我们人类这么伟大 这么重要 对地球影响这么大 为什么不能有一个 专属于人的人类式呢 很多文章 很多argument 辩论里面 就提 类似这样的说法 这里有一个心理学 就是人好重要啊 怎么会地质时代 没有为人来定一个时代呢 那事实上这个事情 像我刚刚所说啊 一直吵很久了 并不是没有啊 我以后再来说明 我先从最大的地质时间表 的分野来讲 我们讲 古往今来未知旧 那整个地质时代呢 45亿年呢 可以分成四个咒 这个咒从最老的 叫明古咒 然后往上叫太古咒 再来叫远古咒 最后最上方呢 叫显生咒 显生咒的意思 看顾名思义啊 就是这时候有明确的生物 化石呢 你就肉眼可见 比如说山叶虫等等 这个呢 就标志了最后这个咒 这个咒呢 其实说起来 也就是五亿多年 五亿五千万年 也就是说万古如长叶啊 有四十亿年 我们的地球上 尽管有生命呢 也是非常隐而未显 看不太出来 一直到最后的 五亿四千万年 五千万年呢 经过一个生物大爆发 才开始了显生咒 这个显生咒的开始 如我前面所说 是因为有新的生命形式出现 而且是大量的 多样的生命形式出现 我们用这样子来定这个咒 类似的呢 也可以应用到其他的几个咒 譬如说太古咒 基本上就是有生命的出现 远古咒呢 是有氧气的出现 等等 细节我就不再说 那地质是 时代呢 是非常绵强的 我们称作幽冥时间 英文说deep time 非常深 非常深远 这是人类 大概从二十世纪 因为有放射性定年呢 才正式体认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人类文明这么久了 我们并不知道地球有多古老 那现在呢 每一个同学 因为你们上国中高中 都在讲 然后地质年代有多少 那我们看这个地质年代呢 我们要想一下 绵长的时间中 恐龙的时代 占百分之四 那我们生活在的 所谓的更新式 所谓更新式 就是冰河时代了 过去两百五十万年 其实只占了百分之零点一 那我们所谓生存的 真正的现代 又叫全新式 它的定义和名称 我等一下说明 如果用小数点第一位呢 根本看不到它 它是零点零 而且人类式 相对于全新式呢 又更短了 所以是零点零零零零多少 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是 为了这么一丁点的时间 为了平衡起见 要为它成立一个地质时代吗 这可能是第一个问题 我们要自问的 如果把这个时间当作 一小时来看 就是我们把显身咒 当作一小时来看 你看 这个鱼呢 我们说泥盆祭 它是在六分五十二秒出现的 然后后来有陆地的植物 在十分钟左右 我就不一一念了 恐龙大家最有兴趣的 三十六分钟的时候出现 就一个小时当显身咒 它是半个小时之后出现的 然后我们这一国 这个Memos 就是Purulate 三十六分出现了 然后人的出现 这个人的定义很宽泛 五十九分五十九秒 我们只有一秒的时间 这也应了刚才孙教授讲的 作为人类 我们在地球的历史上 其实是可以说沧海之一数 可以说是万代之过客 就那么一丁点的时间 那当然我们很重要 所以为了我们 要成为一个人类式吗 这是我们现在要问的问题 所以原来来讲 咒的分歧呢 就是用生命的诞生 与薄星开始 我再重复一遍 地球诞生 成为明古咒的开始 四十一年前 第一个生命出现 成为太古咒的开始 二十五亿年前 有多细胞生物出现了 也有氧气 地球上氧气很多了 我们来定了原古咒的开始 然后在五千四百万年 五一四千万年前 生命大爆发 这个定了我们现在说的 这边呢 我等于整理了一下 咒它的开始 都是以生命的诞生 与薄星开始 所以我们要问 人类式 我们是要强调它的 新生命的开始吗 还是认为我们要强调 它是一个绝灭的终点呢 如果是绝灭的终点 就是等下下面的问题 如果是生命的诞生呢 那人类式的开始 我个人认为 应该放在 人类在非洲的地平线上 出现来开始吧 而不是现在的很多学者 在说的事情 那我们看看 显身咒的分歧 这边给大家做一个 很简单的分野 这边看到显身咒 三大时代 最老的古生代 中间中生代 最年轻的 我们所处的 叫做新生代 古生代的结束 是以二叠季末年 生物大绝灭来标志的 这个非常严重 这个时候 95%的物种绝灭 白二季末期 包括恐龙在内 有很多生物绝灭 但是还没有二叠季 那么严重 现在的估计是75% 好 那人类是 如果它是一个 以绝灭为标志的话 至少你要qualify 你要达到什么 地球上有75%的生命呢 要在不久的未来 或者很久的未来绝灭 那这是一个预言了 这是一个盼望了 盼望以后 人类的真的好厉害啊 就是把地球上生命 干掉75% 要不然哪有什么人类事呢 就是等于 它是用一个时代的结束 来定义一个 生命的结束 来定义一个时代 这个就是我说的 吊诡之处 我们人类事的提出 其实是不想要有绝灭嘛 结果它的隐含的意义 是未来要绝灭 那它本来的目的是 警告大家要爱护地球 不要这样长此以往 这个business as usual 会完蛋的 但是这里面的吊诡就出现 那我们就看一看新生代的试 这个试的拉丁文的字为 CENE 就是我们翻成试 它的绝对年代 通常以百万年为单位 它从6500万年前开始 这边我们用的都是百万年为单位 然后你看 从古新世到始新世呢 中间有一千万年 而始新世到建新世呢 更长 有2200万年 当然越到了近代呢 它的年代的跨度 就越来越小 这个也是因为我们地质的人呢 对于越年轻的地层 兴趣越大 研究越深入 而且保存的越好 所以因为能够细分呢 所以就分得比较细 这里面值得注意的呢 就是最后这个全新世 其实它只有一万年多一点 一万年 这就是说0.01 因为百万年为单位嘛 那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 称为全新世 这些世的名称 和它怎么定的呢 这是英国的学者 我这边要强调 全新世又称现代 所以我们就在现代里面 所以新生代的分歧 是怎么分的 所以很多人现在都忘了这件事 这是以地层里的贝壳来分的 那这个是呢 英国的地质学者 18世纪初年 重要的地质学之父 叫做莱尔 莱尔当时在英国 在欧洲 研究地层呢 它收集了各类的贝壳的化石 这边是它的 还看得到的 它的富足类 就是罗类的化石 那它怎么做呢 它就是 以地层里面 它的化石与现代 相似度 相近度 为基础 如果跟现代完全一模一样 百分之百 这个叫全新世 那刚刚讲的更新世呢 就是我们说的冰河时代呢 因为那时候很冷啊 所以那时候的化石跟现在确实不太一样 少数不一样 所以有一些差别 那以此类推呢 就把过去六千五百万年分成了七个世 那和现在完全一样 就叫全新世 所以全新世 在地质学里面又称现代 那现在人类是说 哎呦 我们已经离开全新世了 我们已经离开现代了 我们进入了人类世 这你可以看出 名字的争议就在这边开始 那就是说 我们原来心目中的现代 已经是古代了 必须有一个更新的现代 如果在很多艺术或文化 就会说我们是后现代了 等等啊 这个永远呢 当代的学者都想要弄一个新的名字 好像最新 然后就有一些题目可做 莱尔非常重要 他是地质学之父 他是著名的地质学教科书 地质学原理的作者 达尔文带着他书 上这个小猎犬号 从里面得到了很多启发 才提出了后来的演化论 所以这个学者非常重要 所以我这边做一个小节 我们如果要定立一个新的地质年代 它有暗示着两层意义 或者是新的生命来到地球 或者是旧的生命大绝灭 如果从第一点来讲 新的生命来到地球 那人类的元祖 能人会制造工具的人 约在250万年前来到地球 那你要不要用那个 当做人类式的起点呢 刚好2008年 地质的年代已经做了一次大的更动 我们把第四季 或者更新式的下限 从原来的180万年 往下沿 往下降 降到了256万年 它的目的就是有两层 第一层就是能人出现 会制造工具的人出现 第二个就是 冰河时代开始了 这两个刚好二合为一 所以当时很多人支持这个说法 也就是说 我们为了人类 要定一个时代 已经有了 只是刚好它的名称 没有叫做人类式 它的名称叫做第四季 或者叫更新式 第二个呢 旧的生命要大绝灭 那当然还没有发生呢 等一下我会给大家看 现在很多人都说 第六次大绝灭已经开始了 好多人紧张得要死 我等一下给大家看 到底开始了没有 而且我们走到了哪里 那旧的生命还没有绝灭 我们是一种预言式的 就是预测式的 将来会绝灭 那我们先来定一个时代好了 这跟所有的地质学 地层学完全不一样 地层学都是后设的 都是后来知道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来定时代 现在是先设的 先验的 还没发生 先说 都会完蛋了 我们来定一个人类式 所以我觉得这里 是有一个吊诡的 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谈 其实在实作 实物操作上呢 也没有必要 好 到底什么是人类式 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刚刚提到 有这么一个工作小组 他们这几年很有趣 一人一把号呢 就拼命在学刊上写文章 换言之 他们内部也没有统一 也许这是学术自由的展现 但是呢 也发现这个工作小组呢 不同的人 不同的出身 不同的学术背景 就会有不同的看法 我这边给大家提的一个呢 是考古人类学者提的 这边呢 陆陆续续呢 我就不讲它的细节 有16种 我们说candidates 16个时间或者事件 作为候选 我们从最右边的看起 这里 譬如想这个呢 他定的就是 所谓的现代智人 在解剖学上 我们称为现代智人的人的出现 他用它做开始 这也当然是一个选择 我们随便举个例子 譬如这里 车轮的出现 他觉得这个很重要 我们作为现代的开始 这边有铜器时代 铁器时代等等 譬如说这个 这个是 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1492年 然后造成 旧世界跟新世界的物种交换 乃至人种的迁移 所以这个叫做 哥伦布大交换 1492年 像这个呢 是工业革命 18世纪中期 那这里面 当然就有很多辩论 譬如说工业革命 当然对人类很重要 可是你要作为 地层证据很难 为什么 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西欧 别的国家并没有地层证据 烧煤的那些物质 要到很晚近 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在全世界各地的湖泊 等等出现 所以那你工业时代 它是一个穿实性的问题 就是工业化程度 随时随地而不同 你说那个时代很重要 那个事件很重要 大家都同意 可是作为地层学的标志 这个非常困难 我这边举例 那当然就还有人提 像这个工作小组 就提这个 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 原子弹试爆 很多布 我等一下给大家看这个 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个 大家真的好认真 到欧洲 北欧 西欧 好多地方 湖泊里面去打岩芯 这边ABCDEF 就是各地湖泊打的岩芯 然后各位有看到吗 每一个岩芯里面 那一管岩芯 上面是水 下面是沉积物 然后这里都有一个白色的标志 然后告诉我们说 你看 这个箭头指的地方 之上是人类式 因为有污染 或有一些人造物质 之下呢 不是人类式 因为没有人造物质 好 你看 湖泊里面都有 我们看得到 但是我想提醒各位 这个有人有的手指头在那 你可以看 那个人类式的地层的厚度 有多厚 厚的可能有个三五公分 薄的一公分不到 然后这样他们又开始争了 那到底哪一个湖 可以适合作为 人类式的标准地层呢 这个把地质学的标准地层 弄到一个 在我看来 是有一点 ridiculous的位置 有人说湖泊不好 所以就有人说在冰心里面 北极的一些冰心 那冰心谁也看不到 藏在冰库里面 只有照片告诉你 就从这里开始 叫做人类式 那好多重要的文章 像这里就有一篇 他就说你看哦 人类式的地层和全新式 大不相同啊 各位看到这张照片 这是一个沿心馆 那么最上面的一部分呢 就是他所谓的人类式 用这样的研究 在说明 人类对地球的影响 并且在湖泊里面 乃至海洋里面 已经有了一些新的成绩 证明说人类式 是应该存在 可以存在的 但是这个跟我们地质学 地层学一般的做法 实在太不一样了 我们很少为了 一公分到五公分 去定立一个新的时代 或地层 讲老实话就是这样 因为在我们的地质时代里面 这样的一公分 五公分的事件可多了 多如牛毛 你说哪个不重要 除了他没有人类以外 他有很多重要的事情 所以呢 争论之中 这个 人类式的工作委员会的主席 就提出 成绩物的不元素 可以做人类式开端的标志 那这个呢 很可能就是 1945年二次大战 或者稍微推延一点 到1961 62 63 全世界核子世报 高峰的时候 不是做地下的 做open air 那确实在我们地球上 就有很多这些放射性核种 那他们说 用这个来做标志 谈到这里的时候 你已经发现了 这个标志 跟我们地层学 原来的标志 很不一样 原来地层学标志 是一段地层 然后找一个位置 说这个叫分界线 我们称作金钉子 金钉子 Golden Spike 那这里呢 现在已经变成 说哎呀 有一个元素特别多 它成为一个 地球化学的定义了 或者到冰心里面说 哎呀你看 这边呢 气候有变化 我们用这个做标志好了 总之 跟原来的方式很不一样 原来的方式呢 注意岩层的变化 注意里面化石的变化 现在呢 成为某些元素的变化 成为时间的指标 但是真的我们回到地质学来看 我这边给大家的一个例子呢 是中二叠记 的真的在地球上的地层 这个你看 它基本上就是一堆岩石嘛 然后那边钉了一个好大的钉子 这个我们叫金钉子 那个金钉子的一半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地层的分界点 是一个分界点 所以原来的地层学在谈的呢 是在很多陆地的剖面上 我们大家找一个比较完整的剖面 然后定了一个所谓的金钉子 不一定要用金的钉子啦 有人就是用油漆在那里画一画 就是这里啦 总之大家有一个共通的标准 现在这件事情放到 人类式的一些学者里面呢 他把它放到一公分两公分三公分的沉积物里面 然后可能用某一个化学元素的增加 作为他的所谓的金钉子 这个在很多我们学地质的人来看 有点小题大做 没有必要 同时呢原来的化石地层呢 往往是用的地层呢 往往是用化石的出现不见之类的 那现在呢 他们离开了这个因素 因为他们强调的是人类的影响 而且在全世界都有留下痕迹 来作为一个地层的标记 下面一个我要谈的问题呢 就是所谓的第六次大绝面 大家都很熟啊 第六次大绝面 为什么叫第六次呢 因为显身咒啊 有五次大绝面 这张图 大家看到 它所秀的是呢 过去大概六亿年来 这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图 那每次那个生物多样性 顿挫锐减的时候 就是一次生物的大绝面 这里的三个颜色呢 是分别标示着显身咒里面 不同的化石群 分成大致来说 化成三群 重点我们今天要看的 就是这个五个 现在问题是 你这个五个是怎么定义的 下面一张图呢 跟大家讲一下 五个是怎么定义的 这个是当年 Sepakowski先生呢 做的时候呢 他算计算每百万年呢 有多少个颗 这由化石记录来算 绝灭了 然后我们看到 最下面这个曲线呢 高高低低的那个曲线呢 它永远都有绝灭存在嘛 不会说有什么生物 来到地球以后 就永远万事长安 永远不会绝灭 有啊 它不时都有绝灭啊 因为有演化竞争啊 对不对 优胜劣败啊 所以当时吵了很凶 就是如何区分 所谓的背景绝灭 跟大绝灭 那它这里有统计上的 一些方法 那这边标出了五个 突出于云表之上的 那个高 绝灭率的位置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Big Five 五个大绝灭 是这样来的 那后面那个绿色的呢 那个背景呢 而且有一种往下降的味道 就是早先的背景绝灭率 还高一点 越往近代还越少 这个是它的背景绝灭 那在背景绝灭之上 突出云表的 叫做五个大绝灭 因为以前呢 每百万年 有多少个科不见了 所以由化石统计 可以做得出来 我们认知了 认识了 定义了 五个大绝灭 所以现在很多人就说 哦 第六次大绝灭开始了 那我们来看看 它的证据是什么 这个是2015年一篇 算是现在引用很多的文章 它是统计 这个五百年来 历史有记录 而且我们联合国 有这个红皮书等等呢 来看呢 我们比较关心的一些动物 比如说普鲁类 鸟类 大型脊椎动物 小型脊椎动物 它们的绝灭的状况 各位看 左边的呢 就是它的百分比 其实并没有很高 1% 2% 1.4% 就是它的现况 可是这边呢 它跟一个地质背景的 绝灭数率相比较 就是最下面的那个黑线 这个位置相比较 那你跟这条黑的点线相比 当然在过去的200年 这些生物 它的绝灭数率呢 都高出甚多 因为这个原因 就引来了一个说法 就是第六次大绝灭 已经开始了 因为它的数率呢 是背景 绝灭数率的 好多倍 好 这里呢 其实有一个 逻辑上的困难 我等一下跟大家说 那 这篇文章 我高度推荐 Barnowski 的一篇文章 它就说 到底第六次大绝灭 已经到达了吗 来了吗 来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那为什么这篇文章 我觉得比较好呢 因为它处理了一个 比较难处理的问题 前面的文章 算背景绝灭 它是百万年为单位 但是 它谈现代绝灭 是500年期间 发生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 数率的比较 其实不可以跨 这样大的时间差 这个里面 如果花点时间讲呢 是一个 穗行几何的问题 穗行几何有一个 很经典的命题 就是譬如讲 英国的海岸线 有多长 那 回答你的人说 你要告诉我 你用什么尺子量 你用 用nanometer量 那这个很长 你用公尺量 这个 我可以告诉你 多少公尺 你用一个什么 两万五千分之一 或者一百万分之一 的地图量 我推一推 我给推给你 但是这所有 这个长度 都不一样 我们套同样的问题 台湾的海岸线 有多长 一样 你可以问 海岸线有多长 跟数率有多大 其实都跟你的 时间尺度 或者空间尺度 你用什么量 刚才的问题是 哪一个百万年的尺度 跟一个五百年的尺度 在比 这里有一个 基本上的 数学上的 问题 那么这篇文章呢 它的做法 有点不一样 我们可以看这里的 横轴跟 纵轴啊 它用的都是 对数 就是它试图在处理 这个不同 时间尺度下 看问题的 方法 而想做一个 比较 事实上当然 还是不能比较 但是它至少 注意到一个 时间尺度的问题 那我这边 用三个 颜色的框框呢 标示出来 在最左边呢 就是我们说的 新生代的 绝面数率 它的时间尺度 非常大 十的七次方 六次方 然后它呢 每百万年呢 有多少个绝面 表现在这边 然后在过去 两百多万年来呢 是另外一个 时间尺度 然后也在画在这里 你看 它就比这个高了 好 我们关心的就是 现代 当代的绝面 是什么 那这个时间尺度 就很短了 然后这边也秀出来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不可否认 从 虽然是不同时间尺度 我们知道 当代的绝面数率 是蛮高的 相对于 以往的这个 地质时代呢 这个数率呢 是蛮高的 但是因为数率高 就声称 第六次大绝面 已经发生 而且好像 我以为不可终日 很可怕的样子 我认为 是一个科学的误导 这边 给大家看的是 Tool 类的 这个绝面数率 我刚刚已经说了一些 这个事情 事实上我想说的是 光比速度还不够 要比规模 我这边举个例子 我如果明天要去高雄 我有两个选择 我可以坐高铁去 我可以骑牛车去 坐牛车去 对不对 但是我不能明天才出发 因为我是高铁 速度很快 我就说我已经到达高雄 不行 你还要走很远的距离 现在我们谈 第六次大绝面呢 基本上就碰到 这样一个问题 那我们看要达到那个标准 就是75%的总绝面 我们离那个距离还多远 以前有个前几个月 我们离二的距离有多远 如果绝面是一个二 我想跟大家讲 我们离这个距离还很远 这是同样一篇文章的一张图 稍微要说明一下 这里秀出来很多种动物 像最上面的就是哺乳类 再来是鸟类 再来是爬虫类 我就不一一说了 两生类等等 各位看到最左边呢 什么1%啊 0啊 打问号啊 那个就是真实在过去500年来 绝灭的百分比 所以它很低 黑色的呢 数字高一点了 什么22%啊 14%啊 28呀 27呀 等等等等 这个呢 是endangered species 就是平临绝灭的生物 这条黑线是恐龙大绝灭的时候的储核汉界 75% 才能够算是这个大绝灭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现在的绝灭也就是1%左右啊 你何必就紧张兮兮的说 哦 第六四大绝灭了 也许是开始了 但是高铁出发了 我们才走了一站呢 到板桥耶 还没到高雄啊 那以后你慢慢走嘛 你用爱护地球保护生命的态度 你永远不会走到绝灭那一天啊 应该是这个态度 而不是今天维烟耸听说 第六次大绝灭已经发生 已经不可挽回 这个是人类世现在的吊诡之处 我特别在这边再把它提出 另外这张图更容易说明 一样这个紫色的线呢 就是75% 然后已经绝灭的 就是最旁边的这个白色的 然后非常严重的 有危险的是这个黄色的点 然后这个红色的点呢 就是说哎呀 这些家伙有危险 所以现在是警告意味非常浓 真正发生没那么严重 我希望不要有人来追杀我 说你都不爱地球 你看看人家已经说这么严重了 你说不严重 我想我们做科学 还是好好变清楚 说明白 到底我们在说什么 所以这边我们看到的 右边的都是地质时代的 五次大绝灭的那个状态 然后人类的这个状态 其实并没有到这个地步 好 这个是第六次大绝灭的 一些辩论的问题 好 那我们到底现在有什么危险 有学者有另外一个方式 来谈这个问题 2015年 一群学者就提出这个概念 我们可以叫做行星边界 也有人翻成地球限度 用这张图很形象的来表示 就是人类的对地球的影响很大了 然后现在把地球推到了悬崖边上 再推它可能要掉入万丈深渊 这个就不可恢复 这是现在的一个警告 像另外这边的照片封面 也是谈这个问题 他就做了很多马表 一次说我们像滴滴答答的 已经走到了危险的境界 继续往前走 已经进入红色的危险境界 所以有两种方式在谈 一个是地球的忍耐度 一个是我们地球还有多少时间 两者都在谈行星的边界 或地球的限度 我下面给大家看 现在被学者标示出来 有哪些事情很危险 已经进入了这个危险的阶段 下面是一个球形的表示 绿色的部分表示还很安全 黄色的部分表示有危险 红色是已经很危险了 超过边界了 无何挽回了 这个是这群学者 所做的这个 Stefan他们 人类似工作小组等人 所做的一个图 然后我们这边看 当然大家都很注意了 什么危险 它的危险被标示出来 是基因的多样性 大量的丧失 这一个部分 另外一个就是地球上的 灵和氮的地球化学循环 已经被人类严重干扰 认为非常危险 那么基因多样性的丧失 和灵与氮的地球化学的危机 其实都跟农业有关 它的这个提法 其实如果我们去追索一些文献 这三年两年 有很多人并不同意 认为这个科学基础有问题 你到底说 怎么说它有危险 这里面又牵涉另外一个 话语权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认为 气候变暖变迁 比这些都严重 为什么说它不严重呢 你看气候变迁只是黄线 好像不够严重 那有的什么新物质的导入 贫流成这个臭氧的浩劫 都还绿的 人家就说你怎么会是绿的呢 也很危险 所以这里面开始有学者之间 分别在说我的比较危险 这个跟现代科学的内容很有关系 现代科学呢 第一语不惊人死不休 报纸会报导 第二说不定国科会科技部等等 就会给你研究经费 所以这个很有趣 变成这里头除了科学之外 有很多心理的问题 所以我刚才说了 基因多样性流失跟铃鱼蛋 都与农业有关 但是有人不持这样的看法 那我们这边谈一下二氧化碳 我个人认为二氧化碳 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各位随时上网 我昨天看了一下 四月份的 今年的四月份呢 我们已经到了415ppm了 那这个是过去50多年来 大气中铃鱼化碳一路上升的情况 60年来我们已经增加了100个ppm 那大家说又怎样呢 我们要跟地球时代的数字和速率相比较 第一次时代呢 在过去煎冰期 也就是我们现在处的煎冰期呢 最高的这个二氧化碳浓度 大概是290ppm 那目前我们已经超出120 这是一个让人看来非常警惕和害怕的数字 我等一下下面这张图 你才看得出来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也就是我们要跟地球的长期的历史来比 我们现在人呢 这个放二氧化碳这个时间才60年 它很多事情呢 虽然累积 它还没有发作 地球系统很像弥勒佛 肚子很大 很有包容性 它不是不报 是时候未到 我们要看这个角度 那怎么看呢 从南极的冰心看 在南极的南部 南极已经在南边了 很难说南部在哪里 从这个图呢 在这个西南角这个位置呢 有一个叫Dome Sea 西穹龙呢 这里的冰特别厚 所以科学家在这边 可以转非常深 非常深非常长的冰心 然后这个冰心的涵盖的时代呢 有过去的80万年 所以我们等一下来看 这个80万年来 温室气体 尤其是二氧化碳浓度的变化 那从冰心呢 也可以推测 南极上空的温度 也可以推测 所以这就是这张图了 这个蓝色呢 就是以往二氧化碳 80万年来的变化 那我刚刚讲了 这个最高呢 290左右在这里 以前还有的时候还没那么高 这尖兵气 290最多到300 那到我们现代呢 其实原来也是这个位置 可是过去60年来呢 我们的二氧化碳浓度呢 是这根直线形啊 一飞从天 所以真正的可怕在于这里 就是以前的韵律呢 是190到300之间呢 来回震荡 而这个震荡过程呢 我们地球的气候或者温度 跟它同步进行 就是这个红线表示的 二氧化碳浓度高 温度就高 浓度低 温度就低 虽然没有非常密切的配合 但是大致来说 它们两者是一起共舞的 像跳华尔滋一样 还蛮和谐的 你进一步我就退一步 或者说我们一起进一起退 好 我们看到最后 这个60年来 我们二氧化碳浓度呢 冲出了80万年来的格局 而我们的地球的温度 虽然在暖化呢 并没有跟上来 就是说它呢 还在我行我素 那我刚刚讲呢 这是因为地球这个系统 非常巨大 它的反应时间 是有一点 研制 迟延 那这个什么时候 它突然睡醒了 说哎哟 我想说它浓度这么高 我一定要反应一下 我应该是温度也起来啊 这个时间 必须说 我们现在科学家 各种模拟 各种都其实说不上来 因为没有人能够真正知道 它什么时候开始反应 但是我们从地史 地球历史来看 有很多例子 那我今天没有办法 把所有的例子都拿出来 我讲一个比较为言耸听的 目前我个人 还有一部分学者是这样看的 地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 这个叫complex system complex system 复杂系统有一个特色 它的成员很多 然后呢 它们是互相偶合 用英文讲做coupling 这个偶合呢 进一步细看呢 有两种 一种叫正回馈 就是A的变化 碰到B碰到C 它呢 是把原来的变化更放大 更加深 甚至回过头来再影响那个A 这个我们叫做正回馈 这个我们中文常常说叫做 牵一法动全身 我们说火上加油 雪上加霜 这种都是正回馈 地球系统 目前的气候跟温室气体 可能是这样一个复杂系统的 里面的 比如说两个components 那 它如果真的开始反应的话 或者说它目前有一些 我们刚刚讲 还没提到的叫做负回馈 它等于说 让你不那么快 这个叫泥流入海 麻木不仁 你虽然二氧化碳浓度高了 但是我 这个够然大度 我说没关系 这个宰相肚里能撑船 你就闹闹吧 我们能够处理 这个很可能在海洋里面的生物系统 生物地球化学系统等等 森林系统 可能都有这个能力在处理 所以它不反应 换一之 我们的地球复杂系统 是有一个负面回馈 回馈的办法 在压制这个温室气体 所带来的冲击 那这样的麻木不仁的系统 其实是我们的福气 因为这个系统是稳定的 所以现在的问题在于 这个系统 什么时候要变得不稳定 什么时候会跳跃 我现在用下面一篇文章的图 来做这个说明 这是常常复杂系统用的一个图 一种图 这个我把它称作人类适中的地球系统 抛物线 在左下角 这边这个蓝色的线 是过去两百多万年来 我们的地球的运动 或气候的变动 它就是在兵棋 兼兵棋中间 来回的走 那现在我们讨论的问题是说 我们说不定到了一个灵界状态 地球系统要跳出原来的兵棋 兼兵棋的运率和格局 要到另外一种状态 这个状态呢 幸运的话 有一个新的稳态地球来出现 这是我们现在所希望的 大家常常听什么正负二度C 认为假若升温二度 我们地球还保存在这个稳态地球 它还能够stabilized 还能够稳定 可是很多人说 说不定不行 你这个温室气体一直来一直加 那就要跳入另外一个状态 这个叫热似地球 hot house 它可能是千年尺度的气候震荡 这个两个轴呢 分别是海面上升跟温度 那你看这个跟这个 它的格局范畴 当然很不一样 这个影视着人类有大麻烦 这个我们还能控制 这就是为什么巴黎协议呢 希望我们限制在升温 1.5度C或者2度C 我们用这张图 进一步来说明这个状态 这个地球呢 好像走在这个小钩子里面的钢球 原来呢 过去200万年呢 就是在这个冰旗 蓝色表示 跟尖冰旗 前紫色表示的状态来回走 这是以前的200多万年来 是这样来回走的 那现代呢 这个地球走到这里呢 开始有点不知何去何从呢 我们的期望是 人类的努力让它留在稳态地球 就是跟现在的HoloSync不要差太多 但是也有一个可能我们控制不好呢 就超越了地球限度 跌到了一个万节不能复的状态 这个叫做热尸地球 那我们什么叫冰式地球 温式地球 跟热式地球 我下面呢 给大家再做进一步的说明 所以我们现在整理一下 人类的未来它有三种情境 如果用全球暖化这个角度呢 三种情境 第一个 就是我们叫依然雇我 Business as usual 这个我们谈 种种气候变迁啊 二氧化碳排放啊 都是在谈依然雇我是怎么样 然后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努力呢 然后不是依然雇我 这是一种 第二呢 就是要崩溃 这个也是我们这一场 这个系列 今天可能很关心的议题 人类的文明会不会崩溃 第三呢 是我们会不会进入新的模式 大概我们看起来是要 如果分类一下呢 是这个样子 那2015年 法国巴黎气候峰会呢 是人类可以说近年 跟这个气候变迁作战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啊 那一年我有机会啊 到巴黎去 那是这是我们中华民国第一次呢 由署长带队啊 去参加 不过这昙花一现了 现在啊 我们再也去不了啊 那一年呢 确实不是我到了才很厉害啊 是他们很厉害 那一年确实很有成就 大家现在都知道 因为各个国家呢 都提出 他的这个自己的承诺 说我这个以后呢 三个五年 就是到2030年呢 我们都做了什么承诺 我们可以减碳到什么程度 我们中华民国 在那一年 我在行政院长 毛泽国的指挥之下呢 指导之下 我们也做了台湾的 所以我们也拿到巴黎现场 虽然我们不是会员国 但我们利用各种机会呢 登广告也罢 去演讲也罢 我们也去讲 所以也是因为我们 有那样的工作呢 所以国际对我们 还蛮认同的 所以让我们呢 那一年去参加 因为很多人都觉得 巴黎 这次的高峰会 是最后一次 人类能够 立网狂澜的机会 所以我很幸运呢 那个时候有去 但是 但是 有三四个但是 尽管巴黎协议成果辉煌 但是各国所承诺的减量幅度 仍会导致全球暖化 让我们看一下这个图 这个橘红色的 红线的图 和这个橘红色的呢 就是各国所承诺的 未来 这一支画到2035了 到2030 我们其实 离保持升温2度C呢 还有一个很大的落差 换言之 全球很努力 大家都承诺 但是还是做不到 所以现在有很多学者 包括我们中原院 比如说李远哲前院长 就在谈深度减碳 认为这个减碳幅度是不够的 那深度减碳的目的呢 事实上未来这个碳的排放 越来越下呢 然后升温保持在1.5度C 这样地球才能被保全 好 这个是关于大家的承诺 和它的落差 那大家都知道 去年前年到现在 美国川普总统呢 正式退出该学议 排碳功能破功了 他不参加 他说那个都胡扯 等等等等 到处骂人 那在这个状态下呢 现在后进各国呢 包括中国 印度 巴西 印尼等等呢 人口大国 新兴经济体 就大量的排放 这个排放呢 它完全占得住脚 因为它的 个人的 per capita的排放量 其实跟全球相比 它可能还在平均数字下 第二呢 像中国就会说 我以前戳头了多少年 我都没排放啊 我是这几年才开始排啊 你美国排了那么多 我现在开始排 你可以排 我为什么不可以排 所以这个很多argument 很多辩论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我们要控制到二度C呢 是非常困难的 我个人是完全不抱乐观 完全觉得不可能 所以 现在学者呢 就理想派呢 就 这2016年嘛 就说 这个灰线呢 就是巴黎协议 大家还要排的量 还要排的量 就被称为 INDC或者BAU 我把它叫依然顾我 然后我们的目标 是这条黑线 但是现在很多学者 还有工业界 承诺的是这条线 所以承诺的线 跟这条线 最理想的话 中间还有落差 对吧 怎么办 现在就讲出一个负排碳 什么叫负排碳呢 就是把碳 从大气中捕捉下来 然后打到地底下 或者用森林 用海洋 用各种方式 用生物抓碳 然后埋藏起来 所以它有生物的 跟地质的 补碳 除碳 这里呢 也是非常理想 如果能做到呢 就可以走这条线 甚至有 静的负排碳出现 这个是本世纪的 2070年 这是这张图的 美好愿景 但是这篇文章 其实如果细看呢 它就在批评这种 美好愿景 就是老是告诉人家 以后有办法 现在什么事都不做 这个是关于 这个 就是负排碳的问题 负排碳台湾 其实是有机会做的 但是我们的中油 什么台电啊 油想做 上面的官员都说不要做 这个原因在于呢 它成本很高 一般来讲 你发三份的电呢 要用掉三分之一的电呢 去灌注那个气体 就灌下去 所以能源你剩三分之二 那还不要讲 你去大气里面 把排源管 把二氧化碳拿下来 还要花钱花时间 所以你的成本呢 你现在台湾电价 那么便宜呢 它做下去以后呢 就是会赔本的 所以政治人物 是不愿意做的 那这个不止台湾如此 全世界都类似 所以现在就有学者 提出来了 我们时间还有剩十多分钟 我快马加鞭 就是说地球未来会怎么样 现在比较激进的说法 就是在2200年前 大概100多年之后 我们的地球呢 会变得跟四五千万年前很像 原因是因为你的二氧化碳浓度呢 就是那个时候的浓度 以前的地球的二氧化碳浓度 其实是很高的 并尤其这个我们现在要给大家看的呢 就是这个时代 红圈标起来了 这个时代呢 地底 海底呢 曾经有甲烷气的大排放 甲烷气是一个更严重 更有效的温室气体 所以那一次的 海底的这个地层的崩落 二氧化碳浓气大量排放呢 其实造成海底的底气生物大绝密 同时大气里面的温室气体 大量增加 所以温度变得很高 现在科学家在想的就是 重温室气体的这个规模 和它的效应来讲呢 它搞不好 它很有可能 就像五千五百万年前一样 那这个呢 大概在两百年之后要发生 那这里呢 画的是一个 不容易解释啊 就这个是 你看这个时间尺度都不一样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兵棋啦 这是现代啊 这个刚刚讲的全新式啊 这是未来 所以现在已经有这个警告 就是说 不久的未来 一百多年后 我们地球呢 要进入无冰无雪的时代 那什么叫做地球 无冰无雪的时代呢 我的研究所的同学啊 Zimzakos在九年前 在这个国家地理杂志 有这么一篇文章 就是 没有冰的世界 这边我特别要给大家提出的 就是这一块 这个叫南极啊 我们今天南极 你根本看不到 它真正的地形和面貌 因为它是被压在 两三千公尺的冰之后 它的说法呢 是说未来呢 对不起 未来呢 南极会没有冰的 就是说我们照刚才 那个scenario的话 未来南极的就没有冰 那我们呢 就从目前冰期兼冰期的 这个韵律呢 就被踢出去了 踢到一个无冰的时代 那这个会不会发生 当然不知道 就是说古契后学者 其实在谈的 我们的恐怖跟危机 是在这里 所以我稍微整理一下 我们现在呢 是处于这个 就是温室地球跟冰室地球的 这样的震荡之中 过去两百多万年来 基本上是这个震荡 很像我们中国的八卦 阴阳互动的 互相绕着圈子的 脾气泰来的 可是这个模型看起来 人类因为温室气体的 大量排放 已经要把地球 踢出这个循环了 踢出这个格局了 进入了热视地球 所以从Greenhouse Earth Earthes House Earth 要踢出去了 到了一个Hot House Earth 这个是我们我认为 以后最大的危机 这个危机 当然不可能马上发生 但是我们有生之年 可能已经在看 像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 去年的暑假 瘟疫来临之前 欧洲的热浪侵袭 美洲热浪侵袭 阿拉斯加大火灾 种种都在告诉我们 其实地球越来越热 那我计算了一下 照刚刚那个文章 我们如果进入热视地球 就表示我们在150年间 温度要上升10度 而我们的海水面 要上升80公尺 就是所有南极的冰 跟格陵兰的冰 全部融化的话 进入海洋 那海水就上升80公尺 如果这个是一个 真实出现的事情呢 现在的年轻朋友 你们有生之年 可能要应付这个状况 我跟孙教授大概 大概是安全了 但我们会看到一些征兆 这个是很可怕的 因为我们刚刚讲 那个热视地球呢 它也是在10万年 20万年之间呢 去完成的 我们现在是压缩到 150年之间要完成 150年中间 海水上升80公尺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 不只是气候变迁啦 什么的 农业代要改啦 人类社会能够应付吗 那我们的高度 精致化的这个世界 农业依存度很高 农业代改变 进出口改变 人口那么多 可能有饥荒 然后海水面上升 所有的大城市都要被淹没 那我们人类社会能够应付吗 我们是同心协力 互相 等于说忍耐 互相 considerate 然后渡过难关呢 还是很像这一次 我们已经看到的 一个病毒的侵害 已经大家口水战很厉害 然后骂来骂去 以后这样的考验 如果从这个角度讲 其实人类还是会碰到的 最近已经有一些警告了 这是2018年10月的警告 联合国 说人类只剩12年的新闻 那去年呢 Nature杂志 在我们这个大瘟疫开始之前 跟220个媒体同步行动 它的封面 就说time to act 就说我们真的要开始行动 不能再拖了 不能再把它不当作一回事 所以去年其实在科学界 有相当大的努力 那这个杂志很有趣 这是封面 你看它另外一面 现在都电子时代 它是屋顶还是烟 什么烟囱 放了一大堆的烟 越上越多 不仔细看 只觉得是在排烟 我进去仔细看 是这张图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 因为这灯光光线不容易 以后大家有机会再来看 其实它这个烟从小到大 其实是讲1990以来 我们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的增加的情况 1990年才21吨 2018年1660一吨 好可怕 增加很多 然后增加最多的 在过去的这一小段时间内 叫做中国 那中国现在2018年 它的排放量是全球的22% 它的排放量是368亿吨 各位朋友也许有兴趣知道台湾是多少吨 台湾小小的台湾 我们放的也不少 但跟这个比当然是小物件大物 我们将近12吨 11亿吨左右 台湾一年 其实也不少 我们就单一 就每个人排多少的话 我们的数字是非常高的 那个在我们全世界呢 是排名在前面 那这个就跟一个国家的能源结构 非常有关 今年2020年呢 其实巴黎的年底的会呢 又要开始来检讨 这个五年到底各国的排放状况是如何 我觉得我们台湾当然应该争取去现场 不过以我的经验来看 我觉得不去也罢 因为我们过去五年的排碳的成绩 其实是不好的 我们既以厚望的风能发电啊等等啊 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奏效 到今天并没有真正的海上风机在发电嘛 只有两根这个示范型的啊 所以它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燃眉之急 然后我们又很快呢就要全面废盒 所以我们当然就是烧煤烧气 烧石油 那你说这个前景会好吗 当然不会好 不过还好呢 中国现在是重视之地 因为它是最目标明显 我可以估计很快的 我们川普一定会攻击中国 在今年年底 就是说你看地球搞成这样 都是中国人害的 这个状况是会发生的 当然我刚刚前面也讲了 这里面是非常复杂的 我们看这个图呢 当然中国好像要负很大的责任 但是如果你看历史的排放 中国是近几年才开始排放成这个样子 那早先的排放都是别的国家 那你排放过了 经济发展了 现在说别人不准排放 这个也未免太霸道 但是就在这种辩论之中呢 我认为地球上的二氧化碳 温室气体会不断地增加 所以我们前景是堪忧的 我最后做一点感触 这个Feman这个物理学家 很早写的书台湾有 叫做这个不科学的时代 我觉得我们就处在一个技术进步 但是不科学的时代 怎么说呢 我们现在真的能处理很多问题 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危险 但是集体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办法有 真正的所谓的科学的决策 我归纳一下 我认为就是小尺度的理性呢 堆积出大规模的疯狂 什么叫小尺度的理性 譬如说我们谈台湾二氧化碳 要不要减量 我当时做环保署 跟工商团体 跟立法委员有非常多的折冲 很多人非常反对 就是说我们如果这样做 对我们的竞争力会有影响 然后台湾现在已经这么艰苦了 你还要做这个事 你根本就不爱台湾 这个帽子很大 还说我爱地球 你爱地球有什么用 别人不管我们管那么多干嘛 这就是常常人的心理 所以我们在小尺度里面呢 我们其实是理性的 我们为了自己的生存 甚至为了一己的方便 为了自己的 因为照理说你的工业 你的很多事情 你可以减碳啊 但你为什么不减呢 因为要花钱 因为利润会不够 所以小尺度的理性呢 每个人都这样做以后 全世界就成为一个大规模的疯狂 大家一起走向那个地球呢 要被推下寻来的那个路子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困难 回应气候变迁到底怎么办呢 我还蛮喜欢这位 现在在英国的学者 他是美国出生的 他是说呢 三个层圈 我大家秀一下这三个层圈 他这个层圈叫三P 因为都是P开头 最内圈叫做practical 就是实物面 指的是环境与科学 中间那一圈呢 是政治 他谈的是系统 结构 以及制度 最外面呢 是个人 个人他讲的是信仰 价值 世界观 很典范的转移 所以我们今天谈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不要老是说 那是政府的事 是大企业家的事 是别人的事 其实很重要 我们科学教育 和我们科学思索里面 要回到自己的身上 我们要理解我们的地球 从这里面呢 来建立我们的价值系统 我们的世界观 我们期待的是一个典范的转移 当所有的人有一些体认 然后在他的投票行为 跟消费行为 每日的日常生活去体现 你觉得该怎么做的时候 我们的地球才有救 我们才会拖延一点时间 不要走到那一天 这个部分我把它叫做 我们在现代性里面 好好加强 好好整顿 好好思索 所以我最后做一个结论 我们从地质学 或地层学的原理来看 其实没有必要成立人类式 它那个成后又很薄 最后五公分 干嘛呢 没有必要 那人类式呢 是有它的价值 它是一个科技整合平台 那现在呢 多学科互相交谈 其实在这个平台上进行 这并不是坏事 因为跟人类的未来 跟humanity的延续有关 那么行星边界指出的两个危险呢 很多人也不同意 而第六四大绝命 速率购呢 其实规模未达 这是我刚刚说的 那我分析了一下 人类的前途有三个路 一切如旧 依然故我 第二系统崩溃 第三进入生活 新的生活模式 这个新的模式呢 其实是在一个复杂系统 靠着某些社会 政治 大自然环境的 正面回馈呢 才能够去做跳跃 怎么做 其实我们并没有 真正的 知识和答案 所以我最后呢 再说一下我们的吊诡 第一 人类式逻辑如果承认 变成我们成立 我们就承认 我们一定走向毁灭 可是这个恰好是 人类式设立所不乐见的嘛 就大家说不要毁灭嘛 可是你又说 我们一定要有人类式 那就是要毁灭啊 这是一个很吊诡 逻辑上的两难 第二呢 人类我认为科技发达 科技我讲的是技术 但是我们并不科学 人是跟所有生物不一样 我们可以预测 我们可以知道自己的处境 六千五百万年前 那天早上恐龙起床 他并不知道他要绝灭 可是今天 我们睡觉前 明天起床前 我们会知道 我们可能会绝灭 这个是人类跟恐龙 很不一样 那我们既然这么聪明 我们真的那么聪明吗 这就是我们要问的问题 我刚刚讲了 我们现在是在小规模处 非常有理性 为了每个人的利益 生存的所谓的价值 或者最好的利益 他做了很多判断跟努力 可是把这些事情集合起来 Summation以后 我们一起走向疯狂 巴黎协议五年前的 看起来前景堪忧 那这个表示 我们人类的集体努力 还是白忙一场 我建议各位 今年年底 细心观察 包括美国 中国 世界各国 联合国 还有台湾 到底疫情过了以后 我们碰到的 面对全球的问题 我们是疯狂的 还是智慧的 最后我认为 地球是一个复杂系统 我们会从一个状态 跳入另外一个状态 什么时候发生 不清楚 发生以后 我们才知道人类的命运 它可能适应 可能出局 好 我跟各位报告到这边 谢谢各位的聆听 刚才呢 魏老师用了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娓娓道来 我们自己觉得收获良多 当然呢 我们现在现场看到的是 一只藏羚羊 我刚才问魏老师呢 藏羚羊 现在也濒临灭绝 但它应该跟气候没有关系 是人类的捕杀 所以呢 藏羚羊可能会认为 第六次大灭绝 正在开始吧 感同身受吧 对 但是我自己很好奇 我首先来 请教魏老师一个问题 他的演讲方式 就是有扎实的科学内容 但是呢 讲话的语调跟态度 都是娓娓道来的 那就是一副学者风范 这样的学者风范 去当环保署长 有没有什么困难 第一次在立法院达巡 那个记者就说魏教授上身 我想我们在学界或者做学问 谈知识久了以后 静音其中 自自然是这种思维跟讲话 我们希望凡事有所本 然后以理性思考为主 不过我跟您说 就是人心或者人跟人的相处 都不是一两天的事 所以在那个将近两年多的岁月里面 我现在回头想 朝野的立委 尤其好几位都是民定党的立委 当时他们在野 其实我们之间的理解和合作 是非常多的 所以简单说一句话 就是有理天下能行 没理就是可能走几步 占了一点便宜 后来并没有效 所以这个是我个人在 那几年政坛上的一点心得 如果拿到我们今天谈人类事 我还是这样觉得 我觉得大家不要很快流于情绪 我们还是要做各种的科学思辨 但是也不能存科学而已 因为我们最后碰到的问题 是人文的 是政治的 是社会制度的 是人心的 是价值的 所以其实面很广 所以人类是这个平台 其实是有意思的 魏老师就讲到了一个 我最近常常在演讲里面 会提到的一个观念 那我自己一直天真的以为 当我们把整体社会 民众的科学理性提升了以后 那政治人物就会用科学手段 去解决科学问题 但是我自己的观察 无论说全球暖化也好 核电厂也好 或者是油电霜涨的问题 那其实都是科学问题 但是问题是政治人物 不用科学手段解决问题 而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 他只要解决一次 这个问题就会变身成为政治问题 然后一辈子误解了 但是赵卫老师这样说起来 你觉得我们提升 整体社会的科学理性 有帮助吗 我觉得我们不得不然 因为我们是一个民主政体 那我们基本上是 神意是民主 那我们现在这个民主体制里面 大概两个重点 一个是譬如说定期选举 第二个呢就是待遇政治 所以其实武器或者能力 在我们手上 所以我就是还是蛮 有兴趣也有信心 像我们现在办的这样的活动 我相信两个钟头之前 跟现在在线上的朋友 我觉得你对人类式的观点 可能有点不一样 你谈到第六次大决灭 你可能想法也不一样了 这个就是我们在知识传播 或者科普它有趣跟有效的一点 那我认为现在年轻人的投票行为 其实是跟可能老一辈的 已经不太一样了 现在大家比较想未来 同时想的是比较世界格局 而不是我的小时候 人家有人送你两个肥皂 一打毛巾你就投谁 现在不可能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信心 既然我们相信民主体系 只有从每一个人的知识和理性做起 那我们可能可以集体地 为我们找出未来的道路 我觉得魏老师这个话 真的是深入人心 在我自己听了两个小时之后 我对人类式的想法也有了改变 原来还觉得好精彩 很多人会觉得 在全新社里面跑出一个人类式来 又多了一个可以描述的 可以跟学生讲述的有趣的事情 后来发觉他内部所带的意涵 背后所带的意涵 其实还蛮复杂的 那也是第六四大绝灭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上课会觉得第六四大绝灭很好用 它是一个很能够让别人觉得你是理性的化身 然后实际上你的行为是在恐吓民主 第六四大绝灭 每个人回去都要充满罪恶感的回去 但是魏老师刚刚的分析说得很清楚 maybe你可能开始是一个 你看到一个起点了 当然是不是eventually会发展成 那样的速度跟这样的规模 还在未定之天 我们还很有救啊 看大家怎么做了 所以充满期待 好那魏老师我们就办线上 因为我自己有好多问题 但是我们要把时间留给我们线上的同仁 有个同仁问到的 有个我们观众问到的 比较超出我们的范围 他说你要不要拿疫情来定义一个新的时代分野 当然这个我想这两三个月 三个月来对于疫情大家都很关心嘛 那疫情对人类有没有变化 有没有影响 人类历史当然有 我们刚刚例子里面有一个哥伦布大交换 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中美洲包括美国西南 那死亡的人数是96% 所以历史从那里开始改写 我最近看另外一本书叫《公元535年》 就是在罗马帝国因为鼠疫的关系 淋巴县鼠疫 对这个罗马帝国影响非常大 所以以往的各种疫病 其实影响非常大 它绝对是人类历史里面 不可忽略的一个力量 不过我最近也写了一些文章 我认为2020年的今天 虽然这个疫病非常严重 可是我们对它的理解 就是说人类跟疫病的战争 已经不一样了 它有两个特点 第一我们现在对于基因定序 现在很便宜 很容易做 第二我们对于人员的流动 用网络的方法 大数据的方法也很容易做得出来 所以现在疫病到今天 其实我们对于这个病毒 新冠病毒的演化 其实都有那个图谱 非常清楚 那人类的移动像中国大陆 我最近一篇文章有讲 他这个用百度 这些人上网的位置 就知道1月23号 封城之前封城之后 它的这个变化跟影响 这个都是在SARS的时候 我们做不到的 换言之我们的技术是不断进步的 然后我们能够认知到病毒 和传播的途径 也是前所未有的 这个是科学和技术的进步 重点是又来了 人类能够科学面对 那话讲来我想上礼拜 有教授在这边提 我觉得我们对于疫病 尤其现代的这个病毒的防疫 越有了解 我们越能够 就是在人类跟疫病的长期战争上 我们未来越来越有把握 跟以前的公元533年 或者是1492年以后 那个一两百年间 中美洲的大变化 这完全不可同日而已 是 我想那个时候 印象大家最深刻的是 十四世纪的黑死病 对 说是全球七千五百万人死亡 甚至还动摇了欧洲宗教体制 让文艺复兴开始 是 包括明朝也很严重 我们的明朝 我们的宝生大地的信仰 跟这个有关 好吧 我想这个很有趣 但是不是我们今天 不是今天的主题 有一个我们年轻的观众问到了说 生物灭绝的速率上升的时候呢 他说您这里面几个动物里面 鸟类的灭绝数量 186种是居灌的 排在比较前面 他的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鸟 是不是因为它们的代谢率比较高 怎么会比较容易灭绝相比之下 我想现在这个当然研究很多了 大概有两种最主要的因素 第一个就是它的漆地的破坏与减少 它这个破碎化 那生物如果它这个栖息地 它还有吃食物 它这个森林要够广 所以这个跟鸟类的体型大小 当然有点关系 第二点就是农药 很多像我们这边不是台湾有讲老鹰红豆吗 它要保护那个老鹰 那个老鹰它去吃到农药的东西 它也绝灭 所以这个大概是我认为是两个主要的因素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 大难来时各自飞 这里不好鸟飞走就好了 但不是 它无所逃于天地之间 这两个东西它也没知识 它就是会完蛋 这个是鸟类的这个问题 那大难来时的话 有没有一个简单的分野 是说小型动物跟大型 中型动物跟大型动物 谁比较死得快 现在都是大型的死得快 因为大型它需要的面积广 那它在这个食物的金字塔 也在高端一点 下端崩坏 高端就没有办法维持 大概目前看起来是这样 所以刚才那个图里面大概都是在分 大哺乳动物 小哺乳动物 鸟类等等 都是用这个方式在做分野 那这些也是人类比较眼睛看得到 很多爱鸟者才能观察 所以变成我们比较有答案的事情 那事实上生物的绝灭 我们基本上很难做普查 并不晓得 所以另外一个办法 叫做岛屿生物地理学 这个Wilson他们在加勒比海 调查不同的岛屿 然后发现岛屿的里头的 这个生物的数量 生物的种类乃至体型的大小 跟岛屿的大小很关 有关 简单说小的岛屿不可能有很多生物 也不可能有很大的动物 这个是有关的 它这个数学是在70年代就建立起来了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 来研究森林 把森林当做岛屿 那一片完整的森林 跟中间切成四半的森林 面积差不多 破碎度不同 所以它在那个生物岛屿地理学的 这个应用上 它的数字就不一样 它能够豢养的这个种类的数目 生物量就不一样 基于这样呢 我们现在说全球的 这个生物绝灭也蛮严重的 今天我没有秀任何这方面的东西 但是生物绝灭的时间尺度 您刚刚到最后讲到了一件事情 也就是我们的目前的地球 被抛出了这个正常的循环之外 进到了热视地球 但这个时间尺度 因为我们想说像恐龙灭绝 大家习惯说6500万年以前 那真正恐龙陆续消失的时间 据说有100万年之久 陆陆续续消失 那大家一听觉得没关系啊 那与时打到墨西哥 你在墨西哥另外一边 还能活上100万年的 那后来当时发觉不是那样子了 那如果说我们现在 真的是跨越了那一个关键点 No point of no return 进到了热视地球 这个时间尺度会是多少 十年百年千年万年 这个好问题嘛 现在就是我认为这个 我超出我的能力啊 就是很多人研究复杂体系 是 然后有这个什么奇异影子啊 或者什么怎么样跳啊 这个我真的不懂 然后它有叫做catastrophe theory 如何跳 这部分我真的 以前读过一点 实在是读不懂 我觉得你们物理学家啊 这个问题可以好好来试试看 就是因为你问的是一个 时间尺度的问题啊 我觉得也是现在气象学界 气候学界非常热心 或者想要知道的 那我猜模型很多 那困难在于啊 发生都来不及了 真的发生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像学地史的 就是说 那我们可不可以从过去 找到类似的状态 来看看 以前碰到的问题 是怎么发生的 速率是什么 现在有一些这样的研究 是的 我想刚刚讲的时间 如果万一研究结果说是 这一千年之后 才是真正进入热实地球 很多人一听又高兴了 咱们还有一千年 可以好好恶搞 但是我想刚刚 魏老师说到了 是说 未来我们看到的征兆 到底我们这样的年纪人 还能不能看得到 您用一种很反讽的乐观说 我们两个大 我跟你讲 魏老师 咱们一定是长命百岁 因为我觉得医生 是不负责任地 把我们人类的寿命延长了 是的 但是呢 我们每次给下一代的 一副对联是什么 上联就是寿命越来越长 下联就是环境越来越糟 那你觉得这是个 必然的趋势吗 看起来是吧 因为我们现在 一般的说法就是 因为我们人口太多 那这个是一个 很残忍的说法 现在我们已经 七十几亿人 七十四五亿人了 那么地球上 我们的牛羊什么的 它的那个体重 也是超出所有的 哺乳动物 这就是人类的影响 那这个所以 未来当然是 问题重重 我们两个人好好锻炼身体 应该还能够享受一些余年 但是如果是要看到悲惨 那有的时候觉得不看也罢 我真的很好奇 地球无兵是个什么感觉 人类不是现在人定胜天吗 无雨造雨 无雪造雪 无兵也能造兵吗 还是 那你的格局跟它比不上 现在我讲的是88公尺的海水厚度 变成冰 现在目前在南极跟格林兰 那你如何造这么多的冰雪 而且你跟作战的对象 叫做地球系统 地球系统它说 我现在温世纪就这么多 我没有办法容忍 你有这么多的冰 基本上是这样 因为这个是原来地球 我们如果所学地史学 就是以史为鉴 可以知心替 那我现在告诉你 历史上就这样啊 地球有的时候有冰 有的时候没冰 曾经还有一个雪球时代 它的原因 就是跟温世纪迪 太有关系了 对了 我们的成绩是比较低的 我只想到有康街的冰 有一个问题很简单 但是很有趣 他说为什么魏老师 您使用的是大绝灭 不是大灭绝 我也想很久 我也不知道该用哪一个 因为两个都有用 大家都有用 那当时许金华那本书在台湾 我也忘了他用的是 大灭绝还是大绝灭 构成了我们约定俗成的用法 好的 那我们这边还有很多线上的问题 说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衡量 温室效应要怎么样改善 魏老师担任过实际 担任过卫生署署长 对了 环保署 环保署 我很好奇的是一点 当时我听到环保署署长 任内的您 关心的是大问题 譬如说二氧化碳跟群中暖化 当然民间关心的 却是希望环保署去做什么 收水油啊 这个那个的 您当时在这些议题中间的选择是什么 我想学者看法跟政治人物看法 应该不一样吧 我觉得我们碰到问题 根据法律我们都要处理了 像当时这个所谓收水油的问题 我当时也是用科学方法 我的方法叫做追踪计 所以我那时候的环境检验所 发展了12种追踪计 所以我们在那个 废食用油收集的时候 我们就加在那个废食用油里面 然后这个废食用油 它可能就进入了我们的循环啊 再利用啊 或什么的体系里面 然后我在末端呢 再去到处这个什么油我都可以收 比如说食用油我就验 我在食用油验到我放的追踪计 这是算一个指纹 我就知道这条路线出问题了 就是废食用油跑到了食用油里面 所以当时我也是用科学的方法 这个科学方法就是用的 就是地球科学里面的追踪计的概念 那现在跟大家讲 我们当时做了12种 其实那12种改一个配方呢 马上就有一种新种 所以它是无限多种 它是有机的 那我当时是做了一些宣传 就是说我们有追踪计了 你们小心了 这个道高一尺 磨高一丈 不对 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所以我们可以来对付你 那这个事情环邦鼠继续在做 所以真的说我们要抓这个废食用油 所谓水沟油 其实可以的 没有问题 所以我当时做你不能选择 你大小的要处理 我任内处理了很多事 有的时候想起来是匪夷所思 比如说登革热 登革热2015年14年两次大爆发 那后来真的解决之道 是我环保署想的办法呀 这以后有机会再跟大家报告 不是卫生署 是环保署 是环保署 对 那时候卫福部反正就是差点都被干掉了 都要fire的 我就提出一些方法 我这个方法跟刚才跟你讲的有关 就是导与生物地理学 这个学理 因为我自己是研究生物的演化与绝灭 我很简单 我如何让文字绝灭 我的逻辑或辩证就是这个 所以我用导与生物地理学的方法 来做台南市的 甚至高雄的方法 我的方法很简单 我叫包围与切割 那台南的这个市长赖清德 采用我的方法 高雄的市长陈菊不采用我的方法 所以过了两个月以后呢 九月开始用十月二十号呢 黄金交叉或死亡交叉 台南就下来了 然后高雄就上去了 因为他不用我的方法 这个很有很好玩 因为我想今天 我们一直在谈 就科学有什么用 我这里举一个例子 有点自我愚扬 就是有用耶 真的有用 这个事情后来林纣炎 他当时是政务次长 后来是小英的时候的 第一任的卫副部长 他跟我说 他说卫署长 我们可以写三篇SCI文章 这我绝不盖你的 是他真的他讲的话 对 另外一件事就是 魏老师他提到了这个 区域正义的问题 我就是说用区域正义是说 说美国加拿大欧美 他们排碳已经排了很久了 所以可能地球二氧 大气层里面二氧化碳 有一大半是这些 所谓先进国家排的 那现在这些后进国家 也加入了富者俱乐部 开始排碳以后 先进国家 就指着他们说 你不能排 因为你在破坏 继承的环境了 那这其实不是只有中国大陆 亚马逊的那些民众 他们烧了这些林木 他们才有田地 看马来西亚 把原始林烧掉 他才能够种油棕榈 那我记得印象很深刻的 十几年前展望演讲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黄教授说了 当时大家认为 那是中国大陆正在起来 他说台湾人洗一次热水澡 要花50公升的热水 大陆人洗一次热水澡 那个时候要花15公升的热水 他说可是全世界的能源专家都认为 等到大陆人洗一次热水澡 也要花50公升热水的时候 全世界就面临了能源危机了 可是话说回来 你自己洗50公升 你告诉他说你不能洗50公升 所以你怎么看这个区域 地区正义跟时间正义的问题 对 讲得很好 我觉得这就是现在最难解的部分 尤其我们谈的是中国 它是14亿15亿人口 它这个经济动能大的不得了 那个已经不只是温室气体排放 我们前一段谈PM2.5 各种污染 其实全部包在里面 那你经济成长 人民追求更好的生活 你对环境的负荷就加大了 然后你说他不行 不可以这样做 他就跟你说 你们发展过了 地球搞坏不是我搞坏的 你们有责任 现在该我了 你刚刚讲到亚马逊 其实也是一样的例子 你讲到沙巴或者马来西亚 现在他们这个森林的保育 也在希望印尼 马来西亚等等 东马都要注意 他们会说 我没办法 我这里的人民要生活 而且我们还是小规模破坏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真的很难 你问我 我是没有答案的 那这个里头都是在联合国 希望能够解决 那联合国解决的方法 就是成立这个Green Fund 就是说先进国家 你要把钱摆进来 然后你要支援这些 所谓的后进国家 或者正在挣扎的国家 你要让它能够 譬如说它能够生存 或它有比较好的环保措施 这样大家来保护地球 那这个事情在2015年 我那次去开会 其实很多人谈这个事情 当然南方国家就大量虚守 就是一定要多少 那美国欧巴马也蛮豪爽的 说我们一年给多少钱 但是现在这个事情 川普都不承认嘛 不承认以后 这又回到原点了 那欧盟是很希望能够这样做 但是欧盟我们看 这个去年前年 到了今年的这个瘟疫 还有英国脱欧的问题 所以欧盟本身也变成 有点脆弱 所以我说对人类的前景 其实我是觉得 并不抱很乐观的期待 但是魏老师 您在参加了 譬如说巴黎峰 那时候是环保署长带队去 去了多少人 各部还有工研院等等 大概有四十多个人吧 对 其实人也不少 但我们有很多周边活动 我们没有办法到 他那个大会的那个 negotiation的地方 但是他的周边活动 我们倒是参加 也举办了不少 主要是增加一个国际的能见度 对 然后也知道 what's going on 那我的一个态度就是说 因为我们有一些邦交国家 这些邦交国家 往往是那个小岛屿国家 他们面对这个 海平面上升的威胁是最大的 所以我们可以帮助这些国家 一起来写proposal 一起跟联合国要那个green fund 绿色基金 然后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不要去做凯子外交 我们帮他拿到钱 其实这个环保外交 是一条可以走的路 问题是你能不能有那个格局 你能不能做得出来 大概是这样子 但是在像巴黎 协议的巴黎的会议里面 是不是大国小国之间 也有它的矛盾 譬如说北极海周边国家 如果北极没有了兵 他们的经济利益 是另外一个 他们希望看到的事情吗 如果全球暖化不见得 对每个人都是坏处 那是不是各国的利益角度 也不一样 那当然 就是简单说的话 在联合国那个现场 我能够估计一下 大概有十几个联盟 这个很像我们战国时代 合纵连横 那你A国 他可能参加三个联盟 八个联盟 然后他见人说人话 见人见鬼随国 这是我讲的小规模的理性 他都求取他这个国家 最大的利益 这个国际战场上就是这样 国际的战场上 我当时还有一个 很深刻的印象 就我碰到的人 我们换换名片认识 谈了几句说 哎呀你本来学什么的 我碰到大部分都是律师 对 那我是官员 那我是自己学了地质 学了地球科学 所以我觉得说 哦 我们是在谈这个实质 可是他们谈的是 另外一件事情 他们谈的是国家的利益 谈的是这里面的 就是刚刚我们讲的 综合百合 然后跟谁合作 然后拿到什么好处 避免什么坏处 所以这个场合 其实耳炸我鱼了 它能不能真的达到 我们人类所希望的 那个目标 我又是一个比较 不爆乐观的看法 对 所以您刚刚的结论是 我要引用 Feyman的话说 小规模的理性组合在一起 变成大规模的疯狂 是 就是必然 我现在可以理解 小规模的理性 是你每一个小的集团 或者小的国家 他在追求他的利益极大化 但大家方向不一样 就变成整个chaotic system 就变成非常混乱的东西 那所以您看到在可见的未来 有没有可能小规模的理性 组合成大规模的理性 现在是这样 那个我觉得还是几个大国 才是重要的角色 我们台湾人呢 其实也有我们的角色 但是扮演的方式不一样 我基本上觉得 还是中国 美国 欧盟 等等这些国家 他的想法 他的国内的民主的气氛 他选什么人 决定了我们的未来 是 那我们台湾的 有趣的一个角色 就是我们是 如果承认的话 我们是大中华的 这个圈子里的一分子 我们是儒家文化里面的一个 比较成功的 还算合理的 有人性的表率的地方 我们在这个事情上 我们其实可以做很好的发言 虽然我们的影响 也许没那么大 就我们台湾做好了 也就是0.5%的 氧化碳排放量 你再减 再减 再减 减全球的0.1% 或真0.1% So what 可是我们的论述 跟我们的作为 会有不一样的意义 这也就是为什么2015年 我们台湾 我们做了那个就是 就是说我们自己 排放的贡献那些事情 我们的模型方法 全部到联合国来 所以我到法国智库去演讲 我到德国的国会去演讲 他们是全体站起来鼓掌的 我觉得这是我个人的殊荣 也是台湾给人家看到说 你们虽然不是联合国会员国 但你们做事很认真 你们做的是别的国家做不到 然后应该做到的 台湾可以扮演这个角色 不只在气候变迁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可以做 我们现在做 我在任内做了一些 如何抓这个偷牌废水 我跟我们张尊国教授 他现在的方法 已经是全世界都跑来看了 很厉害 我们台湾被抓了一些 到现在都不知道 他怎么被抓到 所以科学和技术是有用的 好了我想来到最后 刚刚有三个小圈圈 那从practical political 一直到personal 到个人这一圈 那我想请魏老师 能够说一下 你们个人的态度 因为我的感觉是这样子 当人类面临的危机的时候 每个人反应不一样 有些人就是虚心认错 赶快开始改 有些人就是及时行乐 像我们以前讲海洋生物说 再这样子滥捕下去 鱼类可能四十年之后 就没有了 我们也大声疾呼 希望每个人听到了以后 都能去珍惜海洋鱼类 不是 有些人觉得说赶快吃 四十年以后没鱼了 那您看到说 要怎么样说 往后这些年 我们环境如果有巨变 是应该每个人能够做 像您刚刚讲的 每个人能做 它产生影响其实很小 但是怎么样 建立一个团体的共识吗 我其实有的时候 没办法想那么远 我一直在想 我自己做法 就是我还蛮努力地 念各种书 我就还想知道说 大家对这些问题 有什么看法 我不是去从众或者popular 这个pop culture 这个可能给大家做个参考 我们网路上现在虚的假的 所谓假新闻多得很 所以多多少少 像各位如果今天还在线上 表示你真的是愿意听一点 真的科学家 从科学文献里面 找出来的东西 那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 因为我觉得我 扮一个 我认为重要的角色 以前当过环保署长 常常有人要问我一些事情 我不能乱讲 然后呢 我是希望我们的民主社会里面 我们的年轻人 或者像你我这个年纪的人 我们知道真相 然后我们以后的政治行为 投票行为 听一个立法委员怎么问政 我们可以听出他的虚实 听出他的 到底是自私为某特定的利益团体 讲话 还是他是为了整个社会讲话 甚至更好的 为了人类前途来做打算 我觉得只能这样 我们今天既然是民主时代 而去自媒体时代 你每一个人在脸书上 在什么推特 你就可以表示你的意见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按赞 其实就是要谨慎 乱讲话的你就不要按 乱七八糟的讯息 你就不要传 那好的讯息你就传 因为这是我们的未来 你每个人的未来 你要把它搞烂搞坏 没办法 民主时代 要不然你就说 那我们极权 精英领导 那你就放弃自己的权益 选出一个极权的领导 然后十个人帮你决定未来 我看我是不会走掉 但是你在别的国家 会看到那个领导 说什么呢 fake news fake news 对 所以到底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现在有missinformation 还有什么好多个 false information 好多种分类 确实是一个问题 然后科学家有的时候 不自觉间也说不定 在他的小范畴里面 就做了一些夸张的说法 这个也有可能 那没办法 民主时代嘛 就是各种资讯互相交叉 然后我们我一能够一尾肚子的 就是你的理性 是 我觉得我们当然超时间 也超过不少了 那来到最后的 要请魏老师帮我们抽出 线上问问题的人的一些 感谢他的小礼物 让我们再次感谢魏老师 今天给我们的深入浅出的 学术的介绍 而且我觉得特别可贵的是 实物经验的结合 说老实话 我们自己到博物馆去做事 才发觉在学校担任教授 实在是一个舒适圈 不知道民间疾苦 出去外面做事 尤其是人在宫门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环境 真的很受惠 也很受感动 谢谢魏老师 谢谢孙馆长 谢谢孙教授 好 谢谢 谢谢各位观众 下礼拜同一时间再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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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